蟬師的對話往往是針鋒相對,彼此印證蟬定的境界。 因為蟬的正誤已經超越了凡夫的妄想分別心,是從真心流露出來的。 所以普通人是很難理解蟬師的公案或語錄。 唐朝永家袁國蟬師,是浙江溫州人,童年出家,博覽三藏佛典,精嚴天台止觀法門,後來他去曹溪參見綠祖惠能大師。 袁國並沒有向綠祖鼎禮,他拿著石像和靜平,圍繞綠祖轉了三個圈,然後卓然而立。 六祖見到這樣就說了,出家人應該具備三千威夷,八萬世行,你大德從何方而來,竟然這麼傲慢無禮,妄自尊大。 袁國蟬師就說了,生死時大,無常迅速。 他的意思是說,學佛的人要了脫生死,而無常迅速,時光很快就轉世了。 那麼哪有時間去注意那些跪拜的儀式,繁文玉節呢? 這些是蟬師的飢風話。 六祖不方不望地回答說,為何不體取無生,了達無束呢? 為何不體取無生,這句話是針對圓國的生死時大。 雖然生死時大,當你體悟無生發忍,悟到不生不滅,又怎會有生死這個概念呢? 六祖的了達無束,這句話是針對圓國的無常迅速。 當你徹底明白了無束,又怎會有無常迅速呢? 圓國又回答說,體取即無生,了達本無束,意思是說,本性即是無生,不必再去體悟。 了達這種智慧本身無束,超越了對待,又怎會有快速的分別呢? 當時六祖聽了之後,印證圓國已經有所證悟,就說,善哉善哉。 至此,圓國向六祖恭敬施禮,然後向六祖告辭。 六祖為能讚嘆圓國對無生意的通達,於是圓國就留宿在佛寺住了一晚, 這件禪門的公案,就是千古流傳的一宿國了。